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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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常讲到前当 后当 当要撑圆 当的位置在会音学 在大腿的两个大筋的结合处 会音学这个位置为当 我们这个手型呢 小架太极拳的手型 一般呢 所谓的掌 我们要须须拢住 五指并拢 老公学要须 掌根为掌 这是掌形 掌根为掌 这是掌 垂 五指 并拢 收紧 中间 握一个空心的 我们是空心 垂 握垂的时候呢 注意这个手型 手腕不能平 也不能翘太多 要微微的轻轻的上翘一点点 这是垂 勾三个手指 握成一个圆的 形成一个圆的概念 一个空心圆 这个圆的概念 这为勾 握勾的时候 不能丢 不能丢下来 手腕不能丢下来 也不能翘起来 也是微微平 微微上翘一点点 这是勾 做成 然后呢 走 走的概念就是走肩 在医学上面呢 叫鹰嘴 这叫走 肩就我们常说的肩 这个基本的位置 就是这些 第一个动作 金刚倒坠 第一个动作 金刚倒坠的时候呢 要注意 当我们把预备式做好了以后 当走后弧 领着手 吹着手 轻轻地把手给养起来 这个时候呢 不能光抬手 一定要用身体 把这个手带起来 吹出来 这个时候掌心 朝外 微微长圆 微微偏高一点点向外 手 不能超过肩 然后呢 下面就开始用丹田 领动身体 宽关节转一个圆 把重心移到右腿上来 这个时候右腿的重心占六分 移到六分重心就可以了 然后丹田 下沉 起脚 上步 往前 走后弧 当走后弧 往前去 最后一点的时候要 控制好胯跟 不要往前跑了 吹它一下 走为后弧 然后丹田复位 丹田叉 一复位以后 右手右脚同时起来 落下 呈金刚倒坠 呈金刚倒坠的时候呢 这个垂头离身体四指 在丹田位置就可以了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第二个动作 蓝扎一 丹田带动两只手 轻轻地往右移 这时候落下重心在左 轻轻往右移 移到六分 然后丹田复位 带动身体 往左侧吹出 出脚 丹田复位 然后用丹田带动跨骨 跨跟 往右侧合 呈蓝扎一 今天我给大家示范 第三个动作 六风四壁 丹田带动身体 微微微往右前方 移到右侧 然后合 往左侧 当要走后弧 吹出它 丹田复位 合 跨跟往里面一转 再合回来 再合回来 吹出 当走后弧 跟步 呈六风四壁 下面给大家示范 单边 丹田复位 下沉 手 带动手 走平 当走后弧 吹出手变钩 丹田下沉 出脚 丹田带动 右宽关节 微微走圆 带看 拉开以后 重心到六分以后 丹田复位 丹田复位 一层 单边 层单边 下面给大家示范 第五个动作 金刚倒队 丹田复位 重心 微微往左前方 领一下 一吹 丹田 带动胯跟 合 推重心 到右腿 到右腿的六分 到右腿的六分 丹田复位 然后丹田动 调脚 丹田 带动 左 胯 左膝 把脚转过来 然后上重心 当走后弧 往前吹 这个时候 注意不能回 不能调了 只能上去以后 领起来 成金刚倒队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 就陈世小教育拳 练的是什么呢 练的是整颈 弹簧颈 也就是丹田颈 丹田颈通过 脊椎的放松 通过围铝 通过丹田的下沉 像卷炮杖一样 卷得欲紧 练得欲有力 练成了以后 它可以做到 挨着何处 以何处击 每个激发点 每个身上 每一个接触点 都可以用丹田 把力量送到 那个位置上来 下面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陈世小教育拳的 发力特点 在发力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呢 丹田蓄力以后 回撤 转圆 领起来 这个时候丹田复位 丹田下沉 重心轻轻移上去 到位置以后 重心到六分以后 然后用丹田 带动腰 吹后挡 打出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啊 丹田 合丹田 丹田合住以后 回拉 领起 然后在丹田部位 沉住 重心前移 到位置以后 突然 打出 连续打一个快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呢 再给大家讲一个走法 简单的一个走法 丹田 丹田 带动 右胯 旋转 斜上方领 到位以后 打出去 给大家打一个快一点的啊 然后呢 再给大家讲一下 英文靠 也就是靠的练法和用法 做靠的时候呢 我们这套拳 小架拳 每一个转观的地方 实际上呢 都是一个靠近 可以打钱 可以打靠 今天 就是给讲一下 英文靠 在做英文靠的时候 要注意 当 扣当 陈丹田 丹田 带动后腰 后腰 吹动肩 形成 靠近 在打靠的时候呢 不允许前仰 后合 都不行 合腰了 他也打不出靠近 仰的太高 也不行 他要适中 他的角度要适中 要把劲续好 然后 发力 丹田 在领腰 腰 吹肩 这是一次 再来一次 丹田 下沉 当 扣住 腰 塌下 腰 吹肩 当 丹田 领腰 腰 吹肩 打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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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